上一回呢我讲到过国外有一款挂机网钻的项目 也就是Glass 然后呢在那个群里面我听到有人谈起这个 他们有人用这个跨境电商浏览器 哎这个也是个很好的办法啊 跨境电商浏览器 然后里面的话可以实现就是多个账号码 原本的话这个店铺呢 管理啊设备管理的话是这个浏览器呢 是给那种啊 比如说你开抖音店铺啊 或者说开中亚马逊啊 开这种啊虾皮啊啊 这种很多平台吧 你有些账户会关联是吧 所以说他可能要把账户分离出来 那这种情况的话 他需要用到这种浏览器啊 所以说今天呢 我觉得我也下载这浏览器啊 他们在里面推荐的啊 首先的话我测评了一下啊 呃其实呢 他这浏览器呢就是一个集成的 相当于是帮你去买VPS啊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VPS跟店铺绑定 那首先的话 比如说这边啊 你店铺可以就是啊 常用店铺 那些店铺你这名称都写好啊 通过了什么设备啊 这样不会混乱啊 那第二的话就是这边的导航栏啊 说实话很简单 就四个啊 基本上能用的就两个啊 点管理啊 管理这边是主要部分啊 其实这个电商浏览器啊 它本身的浏览器是不用花钱的 但是呢 最关键是得买IP啊 你买了IP之后才会不会被关联 那比如说这边企业实名认证啊 这个实名认证和不是不认证有什么区别呢 你不认真的话 你就只能开十台 如果说你认真的话 你就十台以上嘛 啊 然后你可以创建店铺啊 然后也可以那个设备管理啊 也可以听下IP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点这个设备管理啊 然后点这个购买设备服务 这边的话就出现很多平台了啊 你可以买这个宽带的啊 也可以的啊 呃 本地设备啊 这边很多啊 亚马逊专区啊 那价格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价格的话也是跟着配置走的 那有些的话是不可远程的 对吧 那住宅类的住宅类型的也有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因为有些说实话 现在很多IP啊都是会被 呃 查看 就是怎么说呢 你用个VPS的IP吧 他会知道你这个IP是服务器的IP 不是说家庭宽带的IP 那在很多地方是有限制的啊 所以说他为什么专门搞一个住宅出来 那这边有个优惠券啊 那这个是报年报月的啊 这个月 那小平台云平台啊 这种都有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吧 嗯 甚至很小地方都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应用很大啊 那比如说做调查问卷的朋友啊 还做网站的朋友 还有做那种啊 抢购啊 鞋子的朋友 还有这种做这种啊 就是挂机网站的朋友 对吧 都适合啊 也不仅仅是你只能想来用这个跨境电商啊 不是这样子的 那跨境电商的话就等于说是这个 你购买设备之后呢 你可以绑定这个店铺 你不会混乱啊 然后呢还可以设置这个 呃权限啊 就是这个员工啊 你只让他只能让他这个网页登录啊 就是这样的话 不会把这个东西给泄露出去啊 他回家之后七搞八搞的 那么下面的话有个AI啊 AI说实话 这边的话有点类似于这种啊 就是功能吧 这个功能基本上也是免费的啊 那就是帮你写文案这些东西 就是我自己用GPG也可以完成 对吧 那这个的话比较方便点啊 呃面啊 那个设备管理也差不多 这边可以点购买服务器啊 这边的话是都是云服务器啊 这边云服务器跟上面的有些不同呢 这边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按月买的啊 基本上都走腾讯云啊 阿里云啊 在这边买的东西啊 全部是国内的IP地址啊 都是腾讯云或者说阿里云 跟上面是不错不同的啊 价格的话我感觉也是挺便宜的 14块的话 其实我这边有优惠券啊 那第一个月的话14块的话 真的是挺便宜的啊 就是不能做网站不能做 那么就是战斧云号啊 这个云号功能呢 说白了现在跨境电商呃交头烂啊 因为你注册注册铺的话 是不是要手机号码 手机号码绑定之后呢 一个人呢 是开手机号码是有限的 对不对 你要去这种手机号码买很多个的话 他这边的话是给你一个赞 一个功能 什么意思呢 就是帮你专门接收验证码 但是你这手机呢 是被动式的 就是这号码呢 你只能接听电话 或者说接受验证码 但是你不能发短信啊 就是去害别人啊 但是这个的话也是合规的啊 呃 然后有实名认证啊 这个是必须的问题 还可以把这个啊 可以转让给别人啊 这也可以的啊 我觉得这个功能也是非常不错的功能啊 就是就是给你们开小号嘛 对吧 去买手机号码 也不用去养号了 然后也这边便宜 基本上就这些功能嘛 其实说实话挺简单的东西啊 就是跟传统的服务器嘛 传统的服务器很多时候 我们是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座面连接 他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网页 然后还可以设置权限啊 那么还可以在绑定店铺 方便你管理啊 其他我觉得也没什么高科技啊 现在我就用自家得了啊 然后呢 这个渠道邀请啊 然后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用一下 那是他的哈记 我们拍摄了 这款渠道友 那么 我们拍摄的